現火的跟冰鎮過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對 有時候 像這種新鮮的 剛火起來喝起來 它會有一個操菜米 但冰鎮過完全的味道就不會有 就冰鎮過 對對對 所以你做這個做多久了 10年 你的五六十區大概都分佈在這 我比較偏向於在旗尾那部分 西山 西山 之前種香蕉 後來才有加入冰鎮的部分 所以它的高度 壽命大概三四十年 所以它的高度才能大概三成左右 採收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 椰子的顏色跟它成熟度沒有關係 全是品種 黃色叫可可椰 這個就一般椰子 青的椰子的話 你聽喔 有沒有Echo 有Echo對不對 它會震動 對不對 這就是青色的椰子 就是甜的 我在批發市場大部分都是這個貨 所以你們台北人喝到椰子都不甜 但是我們南部的椰子都不這種 好 硬的 硬的就是甜的 在台北市面有這種東西 當然喔 所以你剛在敲 我在敲就是我要 在那去搭配 搭配它的熟度 它很中熟老熟 或是很熟 很熟 很像 氣泡味那種 氣水味 那就很老很老 所以你在弄到裡面去的時候 然後就要搭配 就會中和 再做中和 對對對 想喝鳳山阿誠椰子的椰子水 請到超級買來購買喔